书记上回 介绍着一段雍正剑侠图 上回书说到 天灵侠王凤 活勤了无形剑可 我其余修 给灌下这么一种药去 叫耗子药 老鼠药 不是真正咱们说的老鼠药 咱们说这耗子药呢 是药耗子用的 这种药皆因为配置的这个人 他外号里边带个鼠字 叫上良鼠王源 他兄弟呢 叫地形鼠王顺 顾名了 这个药叫老鼠药 那么王顺 让侠客 河里河乃中给宰了 把他这个药啊 全都给烧了 全部销毁 但是呢 云中侠河里他认的这药 打着说一看 天灵侠王凤给默契雨修 吃的竟然是这种药 联想起来了 我在王顺的客店里头啊 听说了 他还有个哥哥 他哥哥呢 在云南开了一个王家老店 叫王源 天灵侠王凤呢 在云南也开了一家客店 叫前南客栈 他也姓王 这药面呢 又在他身上出现 这中间大有联系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喜牙客 你身上带着这样的物品 也难说让人家起疑 谁也不知道 何也愣认识这东西 这也是机缘凑桥 王凤呢 听何也把中间的 这个机缘给说破了 二就是一楼 怎么 那么没想到 还有人能问出我这话里 亏了是我心里没毛病 这呀是淡分 半点亏心事 答复不上来人这句话 可见 这个人做事就是这样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本着一份天地良心 我自认为我手里有这个药 谁也不知道了 他就愣有知道的 这是云南得的药 那呢是河南得的药 两地呢 千里之遥 好吧 既然就问在这儿了 那么我得说 这要怎么来的 就是 哎 这个前南客栈 的前身 王源的王家老爹 本来他跟天亮家王凤 谁也不认识谁 大家都姓王的 这属于凑桥 天亮家王凤啊 站起来一个人 躺下一个身 孤子一个人 就有一姑娘的还不是他的 是他兄弟的 但是他侄女 这就算是了无挂碍 所以老头子呢 别看岁数大了 经常一个人出去啊 闲逛 走在了 云南湖尔山 他想起来了 云南昆明府湖尔山这儿 有侠客 有高明的把是 铁扇寺啊 住了俩和尚 一百丹巴士铁福球安 都不武林 可就是祭祠祭圆 这哥儿两个 我啊跟他们还不熟 不熟可是不熟 总算是牧名 我都走在这儿了 不如啊 我上湖尔山 我到铁扇寺 我拜望拜望 二纪 看看祭祠祭圆 德侠不德侠 一块盘缓盘缓 这也是高僧 但是呢 文庭人言呢 这个祭祠啊 架子很大 一般人你见不着他 当然了人家有个推说 什么推辞呢 其实我 不愿意别人干扰我的清修 因为我是个出家人 有的呢 和尚呢 善于交际 这庙里按来说 应该是个很清静的地方 不然 有的庙很热闹 达官显贵 乐意不绝 这样找他去的 什么事都有 和尚呢 也管闲事 还给了事 就祭祠不然 轻易你见不着他 你去巴他 都许白跑 他得师弟 既圆呢 倒没架子 听说呀 广大门徒 收一片徒弟 那不叫收徒弟 那叫脸徒弟 八脑子叫一个 算我徒弟 往好了听 为壮大门户 那要犯脏心眼子 不往好路想啊 哪个徒弟 他也得交树修银子 现在叫什么 现在叫招生 招收上来很多学生 没有免费招生 英名免费 恐怕到那儿说行话 也有二道楚门子 不是让你买教材啊 就是让你买教具 哎 想法 得把这钱赚了 也没准呢 是图虚名 甭管怎么说吧 这个人倒是好交集 但是呢 又听说这人脾气大 那祭祠你见不着 你也不知道什么脾气 莫测高深 那么这祭园呢 到那儿我都能见到 哎 这人脾气大 架子大 我先侧面的了解了解 我找当地人 我问问 铁山寺的这个和尚呢 好相遇不好相遇 天灵霞王凤 就找一饭摊 坐着吃饭 饭摊也不很讲究吧 金饼金面 反正吃饱了 吃完这个不走 好比说吃面条 要把面汤 老头跟他渗着 那意思 原堂化原石 吃完面 我喝碗面汤 那我得等面汤凉了 晾着这碗面汤呢 老头坐着 听旁边的闲聊天 也不知道问谁 您能够饭摊 让他吃饭的 是饭服走足 像老头这样的人 他身份就高了 独座 也有三个一桌的 也有五个一桌的 都是下层民众 聊不到铁山寺那 可他们聊着也有意思 老头呢有功夫 这个耳聪不明 还爱听个贼话 晾着面汤坐着 你看着老头闭着眼 那仰神 实际啊 听贼话呢 听这歌几个聊天 科学机架子太大了 到那去净受气 他说话你就受不了 三言两语 噎得你够呛 哎我也发觉 是那么回事 哎呀我而且我听说呀 他那还老出事 真许有人活着进去就出不来了 嗯 老头一听这说铁山寺呢 哈 我这正打算打听他 铁山寺的俩合着 表面上是得道高松 暗含着 没准就许有这个坑人的事情 我听这话里话外 这就像说铁山寺的 老头这面汤不喝了 过来了 哥几个正吃饭呢 哎呦霍老爷 啊 骗您 这个饭账我厚了 哎这怎么 平水相逢啊 素贵平生 也不认识 怎么能让您厚账呢 那不合乎道理 哎没事 啊 都在外边跑江湖 谁帮不上谁呀 那眼睁我们就帮不上您 给我们厚账 我们倒没吃多少钱 与您什么好处 聊聊天 岁数大的人呢 难免闷得很 哪花钱 顾几个人陪我聊天去 这不碰上了吗 我抢你们这桌子呀 还有富裕 我那海碗面 他们一喝 我蹲过来 咱们一块聊会儿 没有大便宜 有点小好处 你们几位得吃喝呀 我请了 喝还有这事 好啊 您问您聊点什么呀 聊深的我们可不会 您打算聊点文末 啊 书本 一跳不通 我们就是眼前的 啊 您要想听点新闻呢 我们也知道点 啊 就是刚才我这耳末呢 你们瞎聊 说有这么一地儿 不好相遇 这个地方人家的大 说话耶人 而且呢 仿佛这人要进去 还有性命之忧 活着进去就许 不能活着处理 我听着心心 还有赠王道的地方 这甭问呢 战山的强盗 落草的择扣 是不是 湖尔山上的事 这老头往这铁山寺上领 这哥几个一听 啊 您问这事 哈 我们也瞎聊 不是 呼尔山 铁山寺 哦 那 那可了不得 铁山寺的寺规是很严的 那我们都知道 铁山寺的和尚最规矩 从来没有七行霸市 强买强卖 仗势欺人之所在 没有 因为我听说这纪元脾气很大 那 反正我们也接不出不着 反正这俩老和尚 据说武术武家 很厉害的 我们说这道 湖尔山 可不是在山上头 湖尔山下呀 有客栈 叫王家老爹 那店房不大 这店长官的客气 这人酸狂酸狂的 那要到那去呀 他这话老横着出来 你得上他脖子后子听起 绕着弯着骂人 嘴损不说呀 店还不太干净 真有眼瞅着进店呢 两天没出来的 哦 黑店 这可不敢瞎说 这不吃饭瞎聊天 那就不对了 虽然说茶馆酒色 饭摊 一块吃饭 啊 大家会闲聊 无的所谓 但你们哥一个要知道 叫莫谈国事 物论人非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物论人非 你们要真有真当实据 你们说出无方 凭空的瞎猜错 与人家的名誉 与人家的名誉有碍 这还不说 倘若热在了官人 他们的耳目当中 借此作为线索 一查这王家殿 要是王家殿 如而等所说 查出来 真 葬 实据 哎 那你们算替民除害 立功了 倘若人家要没有 官司是轻易打着的吗 不是我岁数大 话多 招你们不爱听 你们这么一说 人家那可就受了灾汪的 哎 人家那可要是去人一查 里里外外查个底调 耽误买卖不说 还许让人讹一头 老头子板着脸 怎么一训这几年轻人 这几年轻人一听 要坏 这叫什么 话不投机 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 这饭钱要吹 赶紧改笑脸 对 您说太对了 还是您那上岁数 哎 真得说是老成稳敛 您这个说话 我们爱听 句句呀 说的到位 我们是心服口服 赞办得了 吃完这顿饭呢 您后完账 哎呀 强调这个 您走您的 我走我的 可是保不齐 他在哪再碰上 再要听见 您也甭废话 上来给我们小哥几个 一人俩嘴巴 不算您打的不对 我们爱的不冤 您看这怎么样 哎 如此可教义 张会的 算账 我后账 满吃吃多少钱呢 对不 说现代话吧 一人一碗刀削面 要俩韭菜 可能喝点酒 就这意思 要和今天的钱呢 百亿块钱 那 王老爷子有钱 把账扣了 站起来 转点走 一瞧 浑山方向 哎 我瞧瞧去 我查查 这王家殿 不会别的 我先去王家殿呢 后上铁山寺 这天灵侠王凤 可也没安着好心 为什么 我防你祭祠祭园 我也得有的说 真要是这王家殿 没毛病 还到半了 要有毛病 我除了把它铲除之外 我上铁山寺 我问问 你祭祠祭园 本地的侠客 身在江湖 这么大的名望 通身的武艺 为啥你不管 容得他在你眼皮子底下 办坏事 哎 那我去铁山寺 就诗出有名了 对 就这主意 老头子想的挺高兴 很得意的 行行行走 一抬一抖 王家老店 踏破铁鞋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到了 打电 他说这个掌柜的伙计嘴损 嗯 我呀 先下手的围墙 我别等你这损化出来 这个不卫生的语言 我先说吧 把你先堵回去 老头子 老头子一辈子江湖 什么色色不会啊 住店 我一听 有人打电 出了一瞧 呵 我就暗自心头一惊 怎么 精神的 天灵侠王凤 别看你脑袋白头发白胡子 乐下跨刀 上我的精神 干巴巴一团精神足满 啊 两只眼睛 炯炯放光 您总总王家店 他是江湖店呢 他对江湖上的人有敏感 本来嘴挺损 每天没事拿话 找新人 你还别还言 还言打架 他不怕 看你有俩钱 今晚就去把你害的这儿 可这一瞧这老爷子呢 没敢说出损话来 挺客气 呦 老爷子 这叫老爷子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仰手不打笑脸人呢 老爷子 哈哈 您这打算在我们这店住啊 啊 不住店 上你这干嘛来啊 油坟走不到你这儿 哎 这怎么意思 叫老爷子 怎么还招出这么一句来 我没犯态度 这住店跟油坟 哪爱不上 哎 还是 可说呢 对 您您您您您您住店吧 啊 那那 我带您进去瞧瞧 哎 对瞧瞧啊 我瞧瞧干净不干净 你要是干净店 住两天 我兴许一高兴啊 找你们掌柜的聊聊 把店呢 云过来 我还要干两天 呦妈爷 这位是住店 是收收啊 还没进店呢 就让我们掌柜的把店 云给他 他干两天 我这老爷子 茶味 别别别爷爷了 啊 我们是干净店 这话都带着沟 要不干净啊 我得住四天 这不有毛病吗 干净住两天 云过来干干干 不干净到住四天 还多住两天 那您为门 帮你们打扫打扫啊 我看哪不干净 我上岁数了 爱干净 我帮你拾的拾的啊 我把这店 弄干净了带走 嗯 好 您里边来吧 我这心里话说 甭斗口 你以为你跨着刀 你了不起啊 别忙 一会儿我们掌柜的瞧 我们掌柜呢 有外科的手术 一看呢 窝子还很干净 哎 窗柄几净 我呀 得睡个赏午觉 不要打扰我 你忙你的去 是 晚上也许在你店里吃 也许不在你店里吃 这么着 我先给点钱的算压贵 掏出一块银子里 可就递给伙计了 王家店的伙计呢 接过这银子里一桥 住八天都够 好吧 那您歇着吧 把门给我带延了 哎 伙计由外边把门带延了 转身走 老爷子把家伙包袱 撂着桌子上头 可没躺着 先把这铺啊 铺上这褥子卷起来 半层黑店 总得有点毛病 不是假灶台啊 就是假窗台 要么呢 就是床底下 跪着后的有暗道 老头先得找找 把这铺盖全卷起来 看这床板 没毛病 走着灶台那儿 把锅端起来 瞧了瞧 也没毛病 屋子里没柜子 桌子椅子 四腿空 一眼可见 走到门那儿 站在门里头 接着门缝 往外听 不是瞧 那老爷子呢 有功夫啊 耳朵最灵啊 看这伙计 是不是在外边 听听没动静 窗台也都没毛病 他这店 毛病在哪呢 要知心服事 单听背后言 推后窗户 您可听明白了 大赏屋 交阳正午 老师低了腰 后窗户就出来了 这院子里的有人吗 有人 哪屋都有人 那也发现不了天灵侠呀 您琢磨琢磨 天灵侠 在 您的人 桌子底下 待两天 那么些侠子都没发现 何况这小小的王家店 功夫尊呢 天灵侠王凤 前后这么一溜达 这听见 这伙计 跟掌柜这种汇报工作 头这老头啊 有刀 眼神很足 他是这么说的 我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我是这么说的 掌柜的呢 在窝子里搭茬 哦 那他这找死啊 啊 你家我没找醒 他他找醒我 可也别啊 掉以轻心 你别拿着不当回事 这么办得了 一会儿啊 咱把咱们 那个特别特的药 给他用上 有一单加料的 哦 那是说咱那老鼠药 对了 多的能耐 他也察觉不出来 晚上 他不跟咱那吃 不跟咱那喝 那是他的便宜 他一要吃 一要喝 哎 我就把这药 给他用上 用上之后 多大能耐 他也就 麻烦了 当时药 他的残生 把之前东西留下 后院抛坑埋子 天不亮 这点活就全完了 王峰一听 够狠的呀 行了 祭祠祭元 这官司咱们打了 其实爱人 祭祠祭元 什么事了 这儿是我捡出完 王家殿的贼人 我就上铁站 去找你去 我问问你 为啥不管 这老头啊 想着就回来了 假装在屋里睡觉 睡得差不多了 喊火箭 火箭火箭火箭 火箭来了 老爷子 您睡醒了 睡醒了 哎呀 睡着一觉不如不睡 到睡乏了 这起来倒觉得累了 哪也不去了 郑哥的 你们这店里都有韭菜没有 这怎么快说的 哪能没有 好啊 有好酒 给我打一壶来 菜你看着颠沛吧 哎呀 这个 我吃饭还是不挑 可也别能太刺了 您放心 咱们这厨师傅手艺还很好 有小炒 哎 您这吃饼啊 是吃面的 全有 我先给您颠个俩韭菜 您看怎么样 好极了 那我这儿等着你啊 可是有那个特出的佐料 哎 可别给我放 您不吃什么呀 哎呀 我不吃辣 我这一辈子 你别看在云南长大的 哎 云桂川这地方都吃辣 我还不吃辣 免辣 哦 免辣 记住了 您还不吃什么呀 记小五婚 我这个打小啊 许的庙里头还幸福 大五婚不动啊 小五婚我也不动 小五婚到什么 就葱姜蒜 花椒大料 这都不成 我这菜可不好炒了 都不出味啊 哎呀 您还什么不吃 这个甜了不行 我这岁数啊 吃太甜的东西还不成 嗯 苦了可也不成 哎 你别说 好 为了给我免辣 哎 免甜又没什么味 你就大把给我抓盐 喉咸喉咸 咸中都带苦了 我可受不了 有点咸淡味 我都能接受 嗯 别放醋 不吃酸的 牙受不了 这么您看行不行 我拿白开水 给您熬点青菜 剩下呢 我把盐花 香油给您拿来 您自己照领着歌 您是站着吃 是涮着吃 是泡着吃 我就不管了 您那太难点了 也不是那么严格吧 总是我说的麻烦一点 你原谅我年岁大 就是了 哦 是是是 喝太难 错了 啊 我先端了 您先尝尝 不成再给您重做 好啊 伙计一听 你这是要找到没 把酒拿来 把菜拿来 他瞧着 老头一琢磨 瞧着我干嘛 瞧着我喝呀 瞧着我吃啊 哎 我先咽咽 把这酒倒上 一看那酒 没毛病 这酒我得闻闻 有的酒我不喝 除了酒味 没别的味 嗯 嗯 菜怎么样 他不吃得闻 伙计一瞧 你也瞎走鸡里 他没在那里搁着 哼 你搁半天干嘛呀 哼 老爷子 您心眼可够多的 哎 岁数大了 难免有点心眼 要我先替您尝的 他这个句话一说 天灵下王丰 心里咯噔一下子 怎么 够厉害的 开黑店的有点意思 他敢先替我尝尝 哦 这酒这菜 你是怕我不敢吃 对呀 您那紧着闻 仿佛我们这里都有什么东西似的 老爷子 您还真不放心 我先来两口啊 王丰一琢磨 那我可就竖在手里头了 我倒嫌小了 不用 你忙你的接 我放心吃 没什么 好啊 他刚一转脸 老霞王丰 又把这九根的菜 检查一遍 看不出毛病了 我豁出去 我长长能耐 我也一辈子了 我倒瞧瞧什么厉害的蒙汉药 竟然查不出半点痕迹 我喝这一桌 酒还真不错 没什么毛病 菜啊 没味儿啊 他什么都不要啊 也不好吃 伙计 端一盘子又来了 来人了 这个我们掌柜的啊 听说您这不吃那不吃 说我一顿 说给您上的不对 您这老爷子是吃不见过的 我们这店也小 您想吃这个 很好吃的东西没有 哎 无外乎啊 我们这有点新鲜东西 不值钱 可还就这三天两天 过这几天还没有 什么呀 我们这院里啊 有颗香醇 这两天呢 香醇盐正长 我够了点香醇 不外乎的 就给您拌了拌 拿水这么一抄啊 哎 搁点盐 搁点香油一拌 您尝尝 可口不可口 来了 嗯 主意高了 把药下香醇里头 我多好的鼻子也闻不出来啊 哼 会办事 老头多高 我葱姜蒜全不要 你什么能看 要搁里头 我也闻出来 你搁酒里边的酒 得打转 我不要葱姜蒜 我不要花椒 打佐料 就跟现在咱们吃饭似的 咱北京这饭呢 哎 也是 全国各地的餐饮都往这聚 尤其这个辣的最盛行 可做来的菜呢 一做辣菜呢 大大的花椒又辣又麻 这原菜料这味就吃不出来了 麻辣龙虾 麻辣 这个蛤蟆腿 我因为我不吃麻辣 我不知道还有麻辣什么吧 就麻辣这个麻辣那个 你要让我吃全异味了 对不对 他本身的材质 新鲜不新鲜 也就不好说了 再大大的割盐 哎 要解缠辣和咸 所以您就顾着这个 吃着痛快 这个菜本身的味道 还有他这材质如何 就不那么讲究了 这老头有经验 他为了测你这店 全不要 弄杆自己计五婚 小五婚不要 哎 他搁香醇里头 香醇这东西不拿开水 它还好点 拿开水一抄 这味不是错 啊 有办法 高 好主意 甭问这毛根 在香醇里 我也甭问了 你把这菜搁这 你把你们掌柜的请来 掌柜的既然有这份好意 我多少得敬掌柜的一杯 好 您等会吧 伙计不得会工夫 把这上梁鼠王源 可就给请来了 这上梁鼠王源 一听这老头 这么难摆过 就知道扎手 我要不亲自会会 还真办不了他 王源来了 老头的王凤 一瞧这王源 就知道不是好人 带着馅儿 这吃饭的时候 人闲聊说 人酸狂酸狂的 嗯有那么点意思 撇唇连嘴 闲了眼瞧人 你怎么样啊 您吃的 还试味儿吗 他不会好好说话 老头的说 哎呀你快进来吧 我想你 这才叫文其生 为谋其面 王源一听 什么叫文其生 为谋其面 这刚才你在屋里讲究我 你要制死我 我听见了 我可没瞧你长什么模样 这会儿我可看你长这模样了 王源心里都 琢磨这句话不对 您说什么 哎呀 我说呀 我就听人家说 这王家老店这掌柜的是个传奇人物 没见过 你呢 到这来 跟我一块聊会天 我想结识结识你 另外呢 你这盘子菜可是不错 轻拌的香醇 你给我上这菜呀 总是你一份好意 我要不吃呢 我怕辜负你 可我要真吃呀 还不成 你你不了解我这人 您说 岁数大牙不好 这东西呀 吃个脆劲 可也容易死牙 你跟我弄嚼一嘴香噴墨子 我又不方便漱口 所以我不敢吃 这么办得了 做了别糟蹟 这俩菜我看挺好 我还吃这俩菜 这盘香醇 你吃怎么样 上梁鼠王源一听 伙计你损了 把我找的菜让我吃香醇 那俩菜都毛病 没毛病 这香醇那里药是我哥的 老头子起疑心了 我不应该来 我说老头 他不会好好说话 他不叫老爷子 我说老头 你吃你只管吃你的 你要不吃 我也犯不上吃 行说着他掉脸就要走 老头拿俩手 咽着桌子 脚一蹬地 抖一下 以后他脑袋就过去了 他这一转身 正跟老头走对脸 老头已经把门给堵上了 不吃别走 哎 王源真的不好 用自己右上一劈 老头面门 老头一看你 就去去 别动手啊 顺势一捋的胳膊 这手一掐去嗓头子 一掐去甭嗓咽喉 他身后的椅子 就是就把他摁着椅子扔了 接着他 一伸手把那盘香水端起来了 张嘴 他想不张嘴啊 老头一看 不张嘴你可有罪受 王源不能张嘴 知道这盘香水下去活不了啊 不敢张嘴 让老头掐这 他这躺着 老头一瞧飞尸了 把香水要撂桌子上 这只手疼出来 照他这泪插了上 您总老头手上有功夫 轻手扒翻啊 照他这泪小 一抠他这泪 那他疼啊 他不张嘴不成啊 一张嘴 这手不能松开 又把这香水端起来 往里倒 一看倒不下去了 往下咽 这王源想不咽 多少得咽下点去 咽下点去 他就不好受了 再让老头灌 他就忍不了了 老头也狠点 灌点喂点喂点灌点 忙活一头汗 把这一盘香水 都给王源喂下去了 眼瞅着五官挪外 手脚乱抽 片刻之功 这人抽着一点了 再一毛弃绝身亡 其罪虽然可终 但是手段特意的残忍 老头自己埋怨自己 我不知道这药这么厉害 我知道这药这么厉害 我给他一刀之苦 别让他受这罪 哎呀 这可是怨我 这么大岁数 行此不义之事 可话说回来了 不把他致死 这盆香水 我吃下去 现在抽的就是我王凤 嘿嘿 低了刀 把房门带上 转身出来 没直接进屋 听见伙计们聊什么 这伙计们命大 伙计们正聊天 掌柜就去火桥够壳 你怎么瞧出来 这老头子太机灵 你别看这盆香水 一口没动啊 掌柜的到那儿 非然给琢磨了不成 他呀 该死 他害多少人呢 咱们跟着他 钱都他一人瞇了 可是呢 要翻案的时候 咱们可都是同案的 他活不了啊 咱们也得拔层皮 这老爷子把他捡除了任何事 那依着你怎么着呀 依着我呀 贼吃贼越吃越肥 趁着这老爷子现在 制分 咱上他屋 把他钱一分 他那钱都锁着 拧锁呀 不知道他藏哪找啊 翻他 万一这老头子 要没把他治死呢 他回来把咱堵了 咱活不了啊 那没办法 咱们呀 捲包会 给他一散 这店咱也不要了 咱们手底有没点命 都是他的事 咱干嘛替他背这黑锅呀 那依您那意思 咱们赶紧走 走吧 那不叫着老三老四他们 这事你怎么还多叫人呢 人多打瞎不乱 走不了了 就咱哥俩商量的 赶紧走 哎 一拉门 老头拿着刀在门口站上 别走别走 回去回去 怎么还第二刀来了 老爷子 你们掌柜的呢 你们掌柜的抽了 这么大点了 应该您抽我 怎么他抽了 我没吃啊 我把那盆香粉都喂他了 说的是真心话吗 是啊 我没说跟我说的 跟我说全是瞎话 刚才你们俩屋子里我偷听 你们俩议论他 手底真没人命吗 真没人命 嗯 真没人命 走 咱仨一块上他屋里去 干嘛 分钱得丢我的呀 我费挺大事把他治死了 你们俩给他卷包坏了 天一亮 人命官司我打了 那不行啊 要分咱们一块分 我还得多分 逗您的都不要紧的 他在哪屋子 我们带您去 老头拿刀压着这俩人 奔王元的屋 不爱找钱 为找这样子 拿刀压着他们俩人 把所有柜子都打开了 那锁就甭停了 手起刀了 把锁全都给砍了 这屋子里搜半天 搜出来 两包成药 还有不少原料 这个王元会配 他比王顺高 他兄弟王顺会用药 不会配药 他会配 老头也有认得的 也有不认得的 感情这几样 搁在一块是厉害的毒药 这人一吃完就抽 这太损了 这原料必须毁 这两包成药 我可不能毁 为什么 我得拿上铁战寺 我还得跟和尚讲理去呢 这老三老四是干嘛的 一个厨子 一个干杂活 挑水劈柴 他们俩手里有人命吗 都没有 跟您说实在的 害人就他一人 我们倒知道 我们老一知情不举 我们认罪服务法 可是确实没害过人 手里也没人命 嗯 带我找这俩人 店里用四五个人 全凑一块 老头低了刀 上了上了 按说呢 一刀一个 全杀 你们说没人命 我也不信 可是呢 王源让我治得太惨了 我不知道他死得那么惨 我应当把这药挨个儿 给你们一人一勺 全喂一句 可认我呢 是个侠和 不能那么办 打电说放你们一走 我要怕你们害人 这么办吧 进店我说的这个 也不算瞎话 这买卖不错 正当啊 要路 是个活买卖 我接手了 我管了 后院把他一埋 原料一烧 这片接过去不提了 他还有个兄弟 叫王顺要找来呢 有我答复 我盯了 他这兄弟在哪儿 在河南 嗯行 多的那知道信 多的让他找我 我有个姑娘 搬了 以后这个店 改个名字 就算我王凤的 可你们几个在我手底下 咱们好好干 我不敢说给你们成家立业 娶媳妇 让你们过上一份 太平日子 最起码 你们一时无用 可是要跟原先的 打算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还干你们原先的勾搭 你可别说 我天灵侠王凤 不懂得交朋友 我能致死他 就能把你们同样都致死 哎呦天灵侠王凤 侠客 那我们太好了 跟着您干总比跟着他强啊 他什么玩意儿啊 那您干这些钱 这些要钱 我不要你们都分了 咱们重新打鼓令开张 王 出去办点事 各月齐城的回来 回来之后 我带着我这姑娘 就接收 这店 咱们改个名字 原来这牌子臭了 没人赶中 我天灵侠王凤 重新打理这家店 差什么本钱 我单偷 不用原先工作的钱 这潜艇哥 你一分 咱先把这个处理了 小哥你一听 这是给我们 啊 自新的机会啊 打这以后 我们改过自新 学好了 哥您混了 好 后面刨大坑 连这个王源的尸首 在那些药权扔里头 老头怕埋了再跑出来 浇油 点 焚尸灭迹 把土填回去 一直在店里都住了二十多天 为什么得品品 这几个人的人性 一看这几个人那还真不错 都是苦出身 只不过跟着这王源没怎么小好 哎 确实放心了 行了 那我可就走了 带着这两包成药 他可就问了铁山寺了 找祭祀纪元讲理去了 真把祭祀纪元问住了 哎呀 说你天灵侠 除以恶人 那当然 我们是赞成 可也赖不到我们头上 为什么 他并没有半点劣迹 陷在我们弟兄二人的眼里头 我们不知道 只不过呢 我们出家人的就守着铁山寺 不出门 也没上他店里去过 也没人来告了 您要不动手 让我们知道了 我们也得动手 绝不能允许他在我眼皮子底下干这事 另外呢 您就拿这么两包药了 我们也不知道这药什么药 这也不能找人试 照你一说这人吃完就抽了 又没解药 那谁敢试 所以这个无足为凭 这祭祠呢 是免礼藏针 你别看祭园 说话不中听 直来直去 王凤倒还爱听 这祭祠的意思啊 就凭你王凤 你也管不了我们铁山寺的闲事 你一人上山 兴师问罪之事 你干嘛 那意思 这两包药是不是毒药 我们还不知道呢 就凭您那么一说 不成 两句话 噎得王凤够呛 王凤有心亮刀 会会计辞 又一琢磨 我也理取点 我把王源给逮了 王源不死 我押着王源到案打官司 不就完了吗 我哪知道这盘 相纯在一起 这人当时就完了 抽了 他又没解药 有解药来不及 别忙 这两包药我收着 有认得的 头一样说 河南还有的兄弟王顺 多等我逮这王顺 咱们一块算 我押着你再上铁山寺 找你们俩讲理来 江湖上高人多了 我找高人能使此药之人 把这个药性说明白了 我要知道那几位原谅 到时候我带着人 多倒你们二次 所以这包药都没毁 两包成药 他藏在身旁 分铁山寺出来 到家找姑娘 跟姑娘一说 咱们搬家了 咱干嘛 咱们开店 姑娘一听 您这不吃饱撑了吗 咱们又不缺钱花 我跟着您度这日 咱们开店干嘛 哎 这个老了 闷得哄吗 解闷 哎 开店他就有住店 那是你得住店的人多了 人上一百 行行甩甩 来着什么人都有 哎 我每天不闷的 好 姑娘一听啊 这是我岁数大了 憋着把我给拼出去 我一嫁走呢 老头子 一个人在家里的孤单 开这么一店 被养老 姑娘这才叫善解人意 她往这么想 好吧 您乐意开 我不拦着 我跟您去吧 王凤带着姑娘 这才购奔王家老店 到这儿改名字叫 前南客栈 这几个人 规规矩矩矩 老老实实 本本愤愤 跟着老爷子 开这店 赶上 同龄带着一杆 匣口 住在他那店里头 什么叫八五山铁山寺 玲珑岛全打了 这小哥 你都才知道 亏了我们跟着王凤学好了 不学好啊 我们这下场 比我们这 原先这 老东家 王源还得惨 王源算狗屁呀 那二词都得的能耐了 听说八五山的八位债主 哪位都了不起的人物 怎么样 犯了法 照样完 谁也 难逃法王 这人得小好啊 哎 我们跟着王凤算对了 又给小哥几个 上堂课 受教育 王凤一瞧 行了 哎 你们这都小好了 我就科西一样 这药一直 我找人问 没人认得 他老带着 这回为了给姑娘提亲奔北京 有北京在追佟林奔四川 一直带着 怎么那么巧 今儿给无形建客用上了 给无形建客 问一些去 还有人认的 俩人一对 这是从王顺那知道的 他是得王源的 哎 刀对了翘了 锁对了黄了 啪啪啪啪 一往经过一说 大伙一听 呵 这真是不巧不成书了 你瞧 天南地北 千里迢迢 愣会二位 把这一段公案给对上了 哦 故人您身上有这种剧毒之药 对啊 这个药 药性太厉害 刚才势在伟急 我也来不及呀 跟钦差大人说 喂他多少 这一包药三千多 全给他怪去了 也难说 不是这药性也制不住他 大伙一听 瞧瞧吧 北辖的秋天秋备雨 南辖老道司马空 镇东辖猴亭 送品送文员 何里何那种瓦魁 还有二侠侯杰 司徒朗 这都是 尤其司徒朗闯过外扬 什么没见过 大伙一瞧 这可了不得了 怎么 无形剑本来就贵矮 五尺多高 现在二十万了 已然弃绝身亡 这么大的剑客 无形大剑 莫其雨休 这死的这弯耗在药上 哎呀 钦差老大人 您看这怎么办 您的人一听 这怎么办呢 刺杀钦差啊 万寡凌迟啊 连耕谣是出了北京二号的小皇上 这老道 你身份再高 现在刺杀不成 尸首被擒 论罪当中 不是诸他一人 护灭九族 查抄他的满门 在俗家 全宰 在出家 哪庙修行啊 大小的老道 全得抓紧来 但是 您更要亲手下的毒 王凤 王凤 做人肚子 在这摁着 往嘴里灌药 是连能自己灌下去的 怕他不厌 拿茶水又往下送了送 老道 已经死我手了 而且 临死之时 面目扭曲 十分争灵可怖 大伙 大伙巨发 测瘾 知道老道的下场 这么惨 可是 同是武林中人 又是个剑客的前辈 大伙都拿眼 瞧年代人 年代人就不忍再说别的话了 哎呀 你们去 让公馆里的办事人等 买一口棺材来 一口棺材 先在成都府找个庙宇 先把它停起来 等茶办建山事后 再行下葬 就是了 这可挺大面子 没说烂葬岗的一扔 没说把老道的尸首挂起来 曝尸三日 你刺杀 钦差那是重罪啊 但也没说后葬 哎 说给老道这么大件 和后葬那不成 而且他是叛臣呢 这罪名更大 这就给了末期欲休 应该说很大的荣誉了 当差的呢 把老道 抱到外头一看 二十万了 买棺材去吧 到棺材付了 买什么买棺材呢 买多大的 哎呀 年更洋那是 给报销 领钱呢 领那大棺材钱 他得贪污点 他一琢磨 抽出二十万了 你那死一孩子 婚子部长官一听 死一多大孩子 二尺多高 二尺多高 那也就三四岁吧 也就这意思吧 小孩腰折了 墨期欲休的一百多了 腰折了 那 还得没有 有一伙匣子 您看怎么样 我瞧瞧 薄皮 柳木板 啊 定一小伙匣子 白茬没上的期 这份寒暄的就甭提了 这行吗 行 就这个 无极了俩钱 把这小伙匣子给加回来 好可怜 这么大的 无形建国 墨期欲休 柳木板 小薄匣子 往里的一割 还算不受委屈 真给割下了 装装 叫他来说 穿这身衣服 这人一抽着 这衣装就大了 连卷带骨 没头没脑 往里围一塞 把这盖 往上一盯 四颗木钉子 斜茬 帮帮往里一歇 没抬 一个人扛着 就出去了 哪找庙 给您停去啊 还想着这事 当差这个土省市 找块坟地 汤汤起敲 跑坑 就给埋了 这就是咱们这段书 无形建国 墨期欲休的下场 这以后没他了 不提了 那公馆那儿 大家伙 得给 联带人押金啊 带给王凤接就疯啊 那您怎么又跑 这桌底下藏两天呢 哎 有这么一段公事 这里的啊 还有贝勒爷一封信呐 是八五山 李坤 李太极一封信 哦 写给谁的呢 写给我兄弟 同海川的 为什么 各位侠子都在 独单 同龄 他不在呢 一句话 问他大伙 哑口无言 这儿有给 同龄的徒弟 保霉呢 当然了 贝勒爷的信 不是给大家伙写的 大伙也不便 差遇 您先带着 多等同龄回来 多等您把这封信 给他瞧 也就是了 那咱们得想法子 找这同龄呢 大家伙商量着一块 打他的 这个蓬莱岛啊 是 可是圣玉那边 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力量 正在大家伙 犹豫之际 外边有人 进来报告 清差大人 众位老侠 现有双龙镖局 众位打官道 二侠侯杰出去 一瞧 和 来了足有二三十位 当心晃当当 挺标签 一大个子 半截铁塔 将法 山背后 斜背的一条 鲜魔土 一瞧侯杰 哎呦 徒老美 侯二哥 过来把侯杰就抱住了 侯杰一瞧的眼泪都下了 书中带颜 此人 叫 岔海金牛 于衡于宝园 这位和友志都没漏了 打哪来 打双龙镖局来 双龙镖局呀 都走了 镇东侠 南侠 北侠全走了 二侠侯杰也 走了 那这是谁带的 可就是软和软臂带的 保镖就是不咸 没镖 大家凑得一块呢 也咸得难受 多担这个于衡 于宝园 跟佟林是最好 他老瞧不见佟林呢 他老嚷嚷 他老闹情绪 那你们这儿没有我师父 就我师父对我好 我师父是犯门 我师父管饱 师父不在这儿 没人管我饱吃 你这不没事找事 数他吃的多 你吃再多 一个人能吃多少 哪能不管你饱啊 这话别人听的呢 不往心里去 有两位听的实在受不了 谁呢 就是双龙镖局 大人镖头 黄散黄金朵 攀龙攀峰顶 这二位呀 拎着还得管余航叫点门 你们这小师叔 这话太难了 不管饱 别人不爱的 别人都是干活 哪想的 你们俩是东西 我们唠一个 不给伙计饱吃 这头一样说 就交得不下去 二一样呢 他又是个大分 这要传来传去 传到老师们的耳朵里去 我们俩这罪名大了 爱不起这骂 不成 我们啊 给这支走吧 我小师叔 我们这不管保 您口亏心 哎 怎么着 我就说 不说 不成 你们要打 那么不让我说 我揍你们 别去 你们也惹不起您 您师哥呀 侠给爷同林呢 在北京背了府当差呢 您呢 小孩撒尿挪挪窝 您呢 走吧 您 奔北京吧 上北京 您找这同事出去得了 哎 我们这 管保也好 不管保也好 那儿管保 您上那儿去吧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这俩本来是拿话嗓子 于衡 于衡的实心眼 于衡一定对 我不跟你们这受气了 我北京了 他上北京 谁敢让他去呀 天生的鱼鲁半袋在走丢了 他这一说去 头一个赞成就是干虎 披着黄蜂干虎说 哎 我跟您去 这俩人半袋不定惹出什么货来 软和软臂一瞧 这我对你了 要去就得我们陪着去 徐安少府 都一块 咱陪着一块来趟北京 确实也想同事输了 走吧 打这说由杭州起汉 奔北京 验了无数到北京 安静门里复归一下 到同学一掌 没在家 呦 乱和一听这可干了 跟着年轻差下去了 那咱们都到这了 得参见参见贝勒爷 贝勒爷在家 好 和车和机回进去 这几位少侠来了 可把贝勒爷喜欢坏了 都给你叫进来 全叫进来了 怎么走到我这来了 看我来了 看您 找我们同事输啊 一块聚聚 好啊 海川没在 余恒你好啊 哎我好 我就吃不饱 贝勒爷爷一成年 你们这可太难了 怎么不管他饱吃啊 哎呀 软和心的话 亏心吧 他爷爷吃我们六个人都不成 不是不关饱 他就那么说 他这找事 不是找事 那不管我饱吃 我认你 你这人不错 你老管我饱吃 嘿我管饱 仨坎都吃 咱们吃要了换 吃莫格吃不下去 拿火筷子往下捅 好这甜鸭呢 我瞧你能吃多少 别回头到我这也烙一步 管饱 我咱大贝勒 不管饱还行 你吃什么 吃炖牛肉 好 去 让厨房 去炖牛肉 厨房 炖牛肉 炖牛肉 可炖牛肉 得贝勒爷爷赏话 咱中午开饭多少人呢 这不他们来了 吃了个二来人 加咱俯上人 一块吃炖牛肉 你照着五十人的量炖 五十人一人二斤 咱们一不斤肉 不 二不斤肉 五十人一二斤还不行 不 五十人四十九人都是二斤的量 有一位量大的 那他也吃不了一百斤肉 你别烙一股 不管饱啊 看他能吃多少啊 叫二不斤炖 也就是贝勒芙 谁家有二不斤的肉锅呀 那炖肉炖不开呀 叫贝勒芙也得找四锅炖的 都是大锅 炖四的锅肉 别人呢 这炖饭呢 吃点肉饱了 陪着贝勒爷爷呢 喝点酒 聊会儿天 唯独于衡 于衡于衡 一求炖肉 喊我烙饼 还得吃烙饼啊 烙饼烙多少张啊 先给他烙一筷子饼 这一筷子饼 背了浮动 为什么当初同林在府里 就论筷子吃饼 把筷子立在这儿 一张饼一张饼往上穿 多在看不见筷子这头了 这叫一筷子饼 那饼可跟饼不一样 不是吃烤鸭那饼 那么大点跟茶盘子似的 挺薄 那一块的饼没多少 大饼 三斤一张 一张一张往上漏 别人陪着 贝勒爷这儿 看表演 一人 于衡这儿表演吃 贝勒爷求得哈哈一乐 哎 倒背手了 哎好 爱看 吃的这于衡呢 也当然没出息 真磨了格了 吃不下去了 连水都不敢喝了 吃门样门了 贝勒爷吃饱没有 没吃饱咱们有的是 滚饱 嗯 嗯嗯嗯 说话呀 嗯 过日的人 怕糟糕 你说话 一说话 这口出来了 恋了三天 贝勒爷高兴 大伙受不了啊 这于衡天天闹啊 得了 您行一纸公事啊 我们 上四川 还得找同事书记 要不得闹 好啊 你们去了都是海川的帮手啊 我下一纸公事 你们燕路之上都有照应 领导人拿钱 给他们这 十了个二十来人 啊 拿五百银子 五百银子 送咱们走 何春何吉 亲自送出关乡 一直上大道 这才回去 老爷几个 可就有北京 吕顺着这条大道 就勾奔四川 燕路之上 同龄所过之处 这些个世纪 可就全知道了 尤其近陕西地面 听说金凤山一战 三党旧有罪 正凶僧 会宾伏法 把个宣绍谱听的 捏呆呆发了 可独单 就是于衡跟干虎 这俩人不履会 没什么 这俩混着门了 妈 我没赶上 怎么赶上 我拿这储 储这和尚 会宾甭 甭号 他没碰我 他这还吹嘘 可就到了四川 成都地面 跟人打定的 清差公馆在哪 软和软臂 二大弟子领着 大家伙前来报号 一看二师叔 侯杰迎出来 大家伙上前纷纷见礼 快随我来 见清差 进来之后 清差面前跪倒一片 清差伸手相掺 再与各位老侠见礼 这功夫可大了 为什么 都是大辈儿 挨个得见一片子 互相指引这一阵乱 清差吩咐一声 设白酒宴 吃饭 连清差 这公馆里头 这临时的公馆呢 设备再精良 也架不住余恒吃 那软和都得煮不到了 那您琢磨琢磨 在北京贝勒府那几天 天天是那招待 您这也得那样 这本来想该来点 成都小吃 丹丹面口水鸡 夫妻废片什么的 是不是 这一下成不成了 余恒也不吃啊 哎就是炖肉烙饼 这个怎么挡呛怎么来 什么弹口吃什么 独单给他做吧 和这大伙欢聚 余恒这饭吃着吃着 可就不吃了 一摔这筷子 不吃了 大家已经吓一跳 为什么 他没说过这话呀 您咋不咋 那肉在嘴里横着 都不张嘴 说吃饱了 从来不说 不吃了这话 没打到嘴里 说出来过 不吃了 亲战一脚 你为妈不吃了 为什么我来到这 和尊半天 没瞅见我失功 就这一句话 再看中尉老侠 都不严了 年刚要一琢磨 他是个浑人 我跟着他们解释呢 哎你的师哥嘛 死不过是没在眼前 没在眼前的找他去 这地儿不好进呢 这地儿怎么进去呀 什么地方 可就是 剑山蓬莱岛 岸什么岛什么岛 干我在哪 我去 哎呀 中间隔着一片水呢 啊 有汪洋洋 一片大水呀 哎 对了 大伙一听 年代人 您算把自己送下来 你告诉他 中间都是火焰山 他去不去 你告诉他 中间是水 他算乐了 于衡于宝园在咱们这套出第一的水星啊 他叫岔海金牛啊 在水里边能走能溜达 您咋咋咋咋咋咋这主见的水如同猛虎一样啊 亚赛我欢容啊 哎有水我不用船只 我自己就父亲了 他能背着他这好几十斤的储下水 那没问题 他这怎么意思 海内巡针 老大长司马空水性最好 乌鲁安侯 但人真不知道 他的水性最好 嗯 真要说 打鹏来一岛水战 还得多仰仗于他 哦 是是是是是 不过他眼睁着冲我要诗歌 我没主意啊 旁边有一人闪身出班 西签抱拳 说了一声 钦差 众位老师 现在我师叔 不过就是要见我师父 这有什么可能的呢 咱们这还留下人保护钦差 剩下人要依着我之见 咱们够奔 圣御圣陶然的天险太平光 到那儿 咱们找圣庄主 商商量量 打他的剑衫 彭来到那时节 他们弟兄相聚 我们师徒团圆 是确有何难 钦差众位老侠 顺身心甩脸 关桥 一看 呵 此处也有你讲话之所呀 废日旁人 正是同林的徒弟 从李源那儿倒过来的 孔秀 走遍天下 梅哲兰 孔秀 孔春芳 西前答言 咱们再次 打他的剑衫 彭来到 清拆无语 侯顶一瞪眼 殊子 坑脑 大人面前 焉由你说讲谈论之所在 小桥 剑衫 蓬来到 三位剑客 现在剩余那里 也不敢妄言 打他的蓬来到 你说打就打 可这话一挑头 可就压不住这一横 打 打了吧 打了吧 你们不打 我自己去 拦着拦不住 站起来往外就走 他这一走 干胡紧跟着说 对我跟你的龙 他俩本身就好打架 再一说替童敬打 那更得打了 错非侯廷在 谁也拦不住 侯廷过去 连哄带劝 侯廷这吓唬着 算把这俩给拦住了 清拆一琢磨 哎 也只能这样 到那儿 见着盛陶然 咱们再说吧 好吧 那就请二侠辛苦一趟 带领着众位少侠 够奔 他的天险太平庄 那时节联合三庄 你们见着盛陶然 大家伙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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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明三位剑客 齐心协力 各位 可了不得了 这礼拜五 咱们是二打 鹏来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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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